大家好 进入四月 我们养蓝的时候呢 重点应该放在哪几个方面呢 那么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光照 四月份呢 光照还不是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给它全日照 但是呢 如果气温高于20度的时候 还是要在中午的时候啊 适当的给它遮一下阴 第二个就是进入四月这个病菌 虫类呢 都会容易滋生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啊 就一定要给它做好一个防病菌防虫的一个准备 我们可以呢 每个月给它喷尸一次这个杀菌剂和杀虫剂 这样呢 可以预防它产生这个病菌 然后呢 给它防虫 以免呢 影响它的生长 第三个就是呢 因为四月份呢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梅雨季节 这个时候呢 雨水是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浇水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盆内积水 以免呢 引起烂根 我们要根据盆土的一个干湿状况 然后呢 再给它浇水 第四个就是呢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给兰花呀 翻盆 换盆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温度呢 还不是很高 一般呢 都是20度左右 这个时候也非常适合给兰花分株换盆 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呢 尽快给它进行一个分株换盆处理 第五个呢 这个时候温度因为已经回升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适量的给兰花施肥了 吃回了 大家可以尽量的吃一些薄肥 不要吃农肥 吃肥的时候最好就是在傍晚进行 然后呢 等到第二天早上 我们再给它浇一次回水 这样可以冲走这个盆土里面残留的肥料 以免呢 造成这个肥害 所以呢 我们四月份养兰的时候呢 大家的重点就要放在这五个方面 那么 四月养兰呢 就非常的轻松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